好,同学,卖关掉,让师父进行课书了 那同学,我们看一看 好,同学,我们在十路的佛教 那么呢,我们在目次来看就是 西行的目的已经完成 十路的路线已经完成 和西走廊完成 宗教思想交流完成 高僧之路呢,也已经完成 那我们已经开始往中国出发 那么呢,西安西省的西安我们已经跑过了 然后呢,甘肃省的天雪我们已经跑过 那么兰州我们也跑过 然后呢,到了五位 我们就逛逛了五位 那么五位的人物啊 有谭药,谭无参 然后呢,有天梯三石窟 然后还有萨班跟巴斯吧 那我们都已经到过了 然后呢,接下来呢 就是张叶的部分 张叶呢,我们也到过了 就是巴佛斯 那么瓜州我们也到过 那接下来今天呢 我们是在敦煌了 那敦煌呢,我们是看了短片了 那现在呢,我们直接呢 就来到我们原文的一个部分了 直接去读我们的原文了 好,来,墨高库 来,就有请敏词读一读了 都皇墨高库 建设原各 墨高库始建于十六国时期 祭堂理克让重修墨高库佛堪碑 义书的记载 前情建元二年 三百六十六年 僧人乐尊禄 经此三 不见静观闪烁 如现万佛 于是便在岩壁上 开扫了第一个洞窟 此后 法梁 禅师等 又继续在此建洞修禅 称为墨高库 亦为沙漠的高处 后世音墨与墨通用 便改称为墨高库 另有一说为佛家有缘 修建佛动功德无量 墨者不可能没有 墨高库的意思 就是说没有比修建佛库 更高的修为了 二北魏西魏和北周时 统治者重信佛教 十股建造得到 王公贵族们的支持 发展较快 三 随堂时期 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 墨高库更是兴盛 在虎侧天时 有洞库前一个 安史之乱后 都皇先后由 土藩和归义军占领 但照相活动 未受太大影响 北宋 西夏和元代 墨高库 建清 衰弱 经以重修 前朝库室为主 经建纪扫 是 元代以后 都皇停止开库 逐渐冷落 荒废 明家欠去年 1528年 封闭家 古关 使都皇成为 边设 游牧之地 清康 西57年 1718 平定新疆 永证元年 1723 在都皇 设沙州所 三年 1725改沙州位 并从 单树 各州移民 都皇 敦田 重修 沙州城 全楼 25年 1760 改沙州 位为 都皇省 都皇经济 开始恢复 墨高库 开始被人们 注意力 清光 住 26年 191900 发现了 曾经世界的 藏经栋 不幸的是 在往清政府 腐败胡能 西方 侵略 中国的特定 历史背景下 藏经栋 文物发现后不久 英人 斯丹英 法人 博西 和 日人 瞿锐 昭 儿人 二 登堡 等西方 探险家 借种儿子 都皇 以不公正的手段 从王道氏 手中 遍及大量 藏经栋文物 致死 藏经栋文物 遭 产遭 借经 结大部分 不幸流散 奔赞于 英 法 儿 日 等国 的众多公司 收藏机构 仅有少部分 保存于国内 造成 中国文化史上的 工学 好 感谢 也许 用国 整理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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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第二个讲法就是通过见概 是库是最高尚的修行 这两个讲法 以往都是执照 莫高莫高库 英文也翻译莫高 但是真正意思不晓得 那么呢 刚刚我们的内容提到就是 那个乐尊是一个法师 他本身就是路过这边 看到金光散散了 那么那短片讲 他说可能是一种旦远 他说可能是一种旋软什么之类这样 那都没有关系 但是他都是去造成了 墨高库的一个开头了 那么开始的时候 这些洞啊 是属于藏洞来的 那就是给别人打坐修行的 刚刚有看到 同学像这样子的洞是不是 除了这里有出现打坐修行以外 还有个地方也是打坐修行的 是在哪里呢 就是在阿富汗那一边 让同学看一看 阿富汗里面也是有蛮多石库 的确是用来打坐修行的用途的 这个是巴明大佛 同学看一下看到吗 这也是有蛮多蛮多洞的 这些洞对不对 根据就是有一位叫赖鹏举 居士的赖鹏举 他是专门研究中亚的佛教的 那中亚的佛教主要指的就是 阿富汗还有留下这个余记 那赖鹏举呢 他发现了就是那一带 的山洞里面 他专门在石库里面去研究他的佛法 那既摩罗斯有翻一部 观佛三内海印经 这一部经主要就是 在山洞里面有佛像 那这个佛像呢 从脚关到去头 从头关到去脚 这一部呢叫做观佛三内海印经 同学要请你们抄一抄 今晚呢应该是不复述 但是会给一些功课同学做 那么呢会让同学挑选 你的有兴趣的功课 观佛三内海印经 OK看一下先 有百度百科了 来同学请抄一下这个名字 观佛三内海印经 就写在刚刚的那边的附近那边 墨高库那边 就是山洞打坐的那个坛 这边这样 来同学蛮值得我们研究的 来我们看一看 你看这些都是石库 对不对 好我们想这个山洞 同学如果你真的是 利用这样的山洞来打坐的话 你觉得它有什么优缺点 你这样子的山洞 你觉得它有什么优点 远离全部的那些 好像disturbance 远离喧闹 OK很好 一会 OK我那边开始打 cooling 对吧 应该是凉凉的嘛 对不对 可以猜得出嘛 OK 那我问同学 你们觉得会有出现风势的情况吗 会吗 要么风扫吗 OK 敏词点头 有副讲yes 不过啊同学 你再想清楚一点 看看 你看那这样的山洞 好像刚刚墨高库那种这样 你觉得有可能风势吗 会不会啊 如果它在沙漠干苦的话 应该风势这个问题比较没有 对不对 感觉应该是没 但是如果你去三宝洞 进了洞 那就难保了 同学你到过三宝洞进了洞 那地方是蛮潮湿的 我怕了 你还没有开发神通 你先开发风势通 就是会 会出现风势的情况 这样 OK好 所以它很干的关系 此外 就是这些事要打坐以外 同学你感觉那些地方 还有什么优点 你可以想象得到的 来 Mandy呢 你觉得还有什么优点 在这些地方打坐 可以想象得到的 应该会很安静 安静就是远离 快到刚刚讲过了 那你们觉得就是这个地方打坐的话 会这样子讲 除了这个以外 山洞 这样的山洞打坐 蚊虫多不多 你们觉得 如果在茂高库沙漠那边 有没有蚊虫 有谁有这个姿势 有啊 有没有 不是干到连蚊子都没有的吗 我不知道 我们想象一下了 好 那缺点 有什么缺点 你想得到的 美庆你觉得什么缺点 想不到啊 美庆 子欣你觉得有什么缺点 在这样的山洞打坐 我不知道会不会那个沙垂进来 你故意沙垂进来 因为不包括跟他都跟沙有关 OK 我是觉得怎么样啊 OK OK 我们有同学讲 可能苍蝇更加凶门 我在想第一个 先弄个洞 给你们女众 作为toilet 对不对 当然嘛 第一个问题要解决 就是toilet 对不对 好 除了toilet以外 还有什么你需要去顾及的 看看Servant同学的经验 来就是四名 你觉得放你去这个地方打坐 还有什么东西缺点呢 这个地方 食物比较难解决吧 对 所以我想你在山洞打坐 应该在旁边先开一个7-11先 对不对 这样的话先解决吃的问题先 OK 有没有恐怖分子 肯定有了 现在阿富汗那边其实不安全的 但是同学你去网上看 依然有人跑去阿富汗 这佛教圣地那边 这个是没有冒险的 是同学你们最好不要拿这个东西来玩 不过如果是没有恐怖分子 都好 他的条件 就是说 他应该是沙漠 但是他要旅住的地方 不要太远 因为根据 文献记载 阿富汗那边过往 是过前出家中 看得到的 所以他们一定是这些东西要方便 他们才会在那边打坐的 才可以这样子办得到的 应该那边附近是有存在 我记得有看过 那个片子 过往也会去深入理解 这是蛮有趣的 好 OK 那我们再继续看了 他们的内容 OK 好了同学我们再看一下 这边就开始有提到 他的历史了 什么时候开始 越来越多人 什么时候越来越少人 很多玉树那些 风格演变 什么都把它跳过了 因为呢 这个跑到去玉树 就意义不太大了 对我们来讲 好 这个就是王道士 王元柱 就是他 就是那些 就是这样子讲 就是他 就是这一位 刚刚提到就是呢 他把那个 就是那金券的卖掉 不过呢 我们当时去到敦煌的时候 有看一个就是又见敦煌的演出 那么又见敦煌的剧本的写法 是觉得很多人怪他 把敦煌的东西卖掉这样子 但他说他是不知道的 他是愿望的 然后呢 好像那个故事情节 有提到很多人原谅他 希望大家可以原谅他 不过刚刚我们读到就是呢 他是内有外患的 一来是满清政府 没有能力保护 二来呢 就是啊 外面的势力强大 所以把东西掠走了 那么有提到啊 日本啊 俄罗斯啊 英国啊 法国都有那个藏物在 不过在上一堂课 我们有同学啊 反正赞成就是说 这些东西在那些国家 才反而保存得到 这是我们上堂课有提到的 那么这个东方石库呢 就是说当时也是非常的兴盛 很多人修监 那么现在啊 同学啊 同学如果有印象的话 东方石库当时那么兴盛了 一个就是统治者的推广 第二就是贵族的支持了 所以现在呢 我们呢 唯一要看到统治者推广 还有贵族的支持的佛教 应该还是依然去泰国缅甸 柬埔寨这些国家的了 好 那么这个去的话 敦煌那边呢 是属于历史性 那你要看现在佛教的蓬勃呢 应该去这几个地方了 那么大体上 师父有到过缅甸 我住过一段期间 那边真的是三部一小庙 五部一大庙了 然后呢 目前还看得到啊 有大量的佛教余计在缅甸的呢 就是在缅甸的万塔之都 就是在巴干这个地方了 City in Myanmar 巴干 同学看一看 万塔之都了 非常出名 很多人就日去去看 然后里面有非常多佛塔 那么这些佛塔 师父有读过一本 就是波士论文写的那么厚的 就是写缅甸的佛教 我非常有兴趣 他讲缅甸人 你叫他捐款 造桥啊 扑路 他说哎 那个是政府的事情 但是你想盖佛塔 哇 他们就会一窝风很踊跃的 所以就会造成了 万塔之都产生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去到的话呢 光是看他的外景 就只回票了 当然到那边去了解他的历史 是更好的了 所以在我们多看几眼 OK 好来看一下 万塔之都还有什么特别的 的确这位都是塔了 然后呢 也是风景优美了 这样子 然后呢 在那边的话呢 应该要去接触他的那些 藏传佛教 去到的 最好是也去他们残求中心 附近的啊 去拜访 这样啊 整个意义就很大 所以这样听了之后 觉得 把它放在你将来旅游的 朝圣的一个名单的 有没有啊 举手一下 万塔之都 哇 那么多人举手啊 OK好了 那同学 第二个功课给你选择 待会就research一下万塔之都 了解他一些历史的意义啦 好啊 这个应该那么多人举手 应该会有兴趣好 那师傅其实有学生是在 师傅有同学在缅甸那边住啦 那如果真的有趣的话 就顺带找他们 然后应该顺带会找一些 禅修道场好 亲眼目睹过百过千的那种僧众 然后呢 你们也可以去共生一下 这些可以成为一个 很好的活动 这样好 好来同学 我们再继续看了 好 这个就是王道林了 然后呢 破坏情况 这边有特别提到 OK 应该师傅啊 不是用这里的资料 我应该是用百度百科的 同学看到吗 非常多人就是啊 写资料 所以是相当的丰富的 好刚刚啊 好刚刚啊就是敏词啊 OK 差不多靠一样的 Wiki 好刚刚敏词有稍微提到啊 好就是 一个地方叫做土藩 其实那个是叫土博 等一下先 同学这个有更详细的资料 有提到呢 有提到呢就是金变图 金变图了 中间是阿弥陀佛非常明显 看得到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看了 然后呢 还有东方钥匙金变图 我们随便抽一个 来给同学看一下 这是钥匙 东方钥匙金变图 看到吗 钥匙有七佛 一二三四五六七 对了 金变图 所以同学看到吗 意思就是说 他的挑课 不是随便挑 而是有经典根据的 所以同学我们可以想象得到 当时他们一定是想到 就是说 可能一般的人书的教育不多 那他把他金变图 把文字画成图像 是更容易推广的 如果他是有推广的意义存在 那么呢 师父记得当时 有导月跟我们讲 就是好像我有读到之类 当时其实那个地方是 敦煌 他离开张义 是有段不远不近的距离 那么那一带 其实有聚集蛮多 就是从就是 西域过来的 或者印度过来的工匠之类 所以他们那边的法师 是他们会去consult 他们 我应该挑个什么好 所以这个是蛮合理的 所以因为他 这个挑个是不知道的 但是他一定是要找法师来问 所以他一定找懂法师 才可以把那个东西挑出来 所以这个一定是 Mega Project 就是说 不能够只是他一个人罢了的 要懂的人 上次影片有提到 因为一定要有法师 很懂经论 然后经过描写 然后他才把它创作 然后把它挑刻出来的 所以这个为什么出现那么多金辩图了 他名字是用金辩 其实就是他的那个挑衅来的 所以我们看到 都是大圣经 观无量寿经 还有有弥勒经 甚至还有什么呢 还有金刚经都有 不可思议 好 这是谈到墨高窟的 然后看到吗 蛮多详细的资料 这些师傅都把它跳掉了 这样子 预示价值各方面等等 所以同学待会 这也是你其中可以选择一个功课 那么就是你可以进来这边多阅读 如果你是对这些 是蛮有兴趣的 看到吗 同学 光是这个呢 就够你好好的读了的 然后呢 这些人呢 透了什么 历史记载 透了一万件 然后法国人透了五千件 哇 他都有明确的记载 所以呢 为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敦煌学的缘故 其实同学基本上 他已经构成了敦煌学 就是有一批人专门在那边 研究敦煌各种的东西 所以越研究越精细 就会有那么多资料在 那同学如果对这个 有兴趣的 可以待会 再去特别的去看一看 好 过我们再看一看了 这边还有提到什么呢 就是 没有刚刚已经讲过了 好来 这个历史价值 好来 看一下 来 就请杉杉读一读 这个历史价值了 这个 历史价值 敦煌石窟 营造极其历史过程 敦煌的悠久历史 当地有影响的 氏族与大姓 以及敦煌同周围 民族与虚域的关系 在历史中 没有或很少记载 敦煌石窟 有成千上望的人供养 人画像 其中有一千多条 还保存 提名 结贤 能够了解许多历史状况 和历史线索 本身 福传 福田 金殿 尼勒金殿 宝宇金殿 能加金殿 及供养人体器 可帮助了解 古代经济生活的状况 宝华金殿 涅槃金殿 提供了 古代军人操练 出征 征伐 攻守的 作战图 及兵器装备的 宝贵形象资料 敦煌地窝中 保留有属于 体育属性的资料 如骑射 骑爬 马迹 月马 相扑 角力 举重 举相 举重 义骑 投壶 武术 游泳 马穷 究局等 敦煌石固的 彩树与壁画 大都是 佛教内容 如 彩树和壁画的尊相 释迦摩尼佛的本身 因缘 佛传故事画 各类金片画 众多的佛教 东传故事画 神画 人物画等 每一类都有大量 丰富系统的材料 还涉及到印度 西亚 中亚 新疆等地 区 可帮助了解 古代敦煌 以及西河走廊的 佛教思想 宗派 信仰 传播 第二百五十九窟内的 禅定 走向 坊间有 东方 蒙纳丽莎 雅春 该窟约 建于 北魏 太 太 我 没有 完全没有了 没关系 不好意思 因为孩子 打我 我 与中国传统文化这种 好了,我们继续这边 好,来 好,可以 照好,看完 好,看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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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 好 好 另外又有一个也是微笑 是个小孩子来的 那个是在另外一个舍洞 所以这个呢 其实整个莫高库很出名 就是这个东方蒙娜丽莎 那我们上次去丝绸之路 没有特地到我们去看这一个 是过后我读文献读到的了 那同学下次你们要去莫高库的话 看有没有机会 好好地去看一看这一尊 东方蒙娜丽莎 对不对 这个微笑真的是给你感觉 是打出内心的一种微笑来的 好然后呢我们再继续看一看 我们的内容 好那就完了了同学 就没了 那现在我们开始 就是关于这个莫高库 有个人物有关的 是叫做刘萨和 来同学我们先看这个短片 关于刘萨和的这个部分 好 在今天河西走廊上的锦常市永长线 有一座时间 与同源五百六十年里的资源 圣龙寺 他原名为一座字 与其他农养佛想的资源不同 在圣龙寺整天内供奉的 是一座石笔 石笔的轮廓 行似一位正在行走的森人 这尊天然形成的石像 被称为两周围像 他的由来 与河西走廊上一直流传着的 一个神奇传说有关 公元四百三十五年 一个叫刘萨和的卑微森人 向着五日的方向独自行走 他来到河西走廊的两周围河县 也就是今天 他坐在内永远前程 其二十年的水平和一带 刘萨和在这里停住脚步 沉默了很久 说此地即将出现天然的佛像 接着他又说 佛像的变化会预示着天下的兴衰 在他说过这两句话的八十六年后 水墨关绝崖石壁上 竟然真的现现出一寸石头佛像 人们惊讶万分 称其为两周围像 通常佛教徒会把相归圆满的 诸佛菩萨的造像成为入像 而这座天然形成的佛像 可谓是自然造化的神迹 从此刘萨和被遇为神佛 人们为他和石佛瑞乡 修建了一座寺院 一世纪念 据说公元五百七十二年的一天晚上 石佛瑞乡的佛手突然自行落地 两年之后 北周五帝宇文雍就下定分寺灭法 天下寺院接遭分会 无数僧众受到严厉打击 对相似也没有逃过刺激 刘萨和的语言似乎已已应验了 佛教进入中国后 一直紧急于知识阶层的亚文化 和同时阶级的权力文化进行如何 但佛教在并肩的传播和发展状况 一直处于朦胧的礼物之中 也许刘萨和这个特殊的高僧 刚好弥补了这个空缺 他的语言和传奇的故事 被铺中的老百姓介绍 在不断的传送中 变得越来越丰富和神奇 两周瑞乡也一直得到心中的攻击 今天在河西走道的事故中 仍保存有不少一两周瑞乡 未经许划作品 这是五代武器开造的东方摩高窟 第七十二窟 在该窟西地掌门来飞测的背上角 画有一个穿着袈裟的密丘 在深山石谷中大座 旁边的提榜标语 这就是圣者刘萨和和尚 在这个洞窟注视着整个南壁 更是用情节繁多 画面宏大的景变化形式 表现了刘萨和的故事 画面宏有两周年 好刘萨盒到这边结束 来同学我们掌声鼓励 我们感谢就是制作单位 就是有把这个刘萨盒的试剂拍出来 来同学我们回到原文 刚刚我们看的时候 好请永汉读一读 刘萨盒 刘萨盒 素称刘萨教翠盒 其他经典君则为萨盒 四门僧人会答 又称立宾菩萨 并州西河离石 金山西省离石人 中国历史上帝代赵 印度取经早 唐玄状二百三十年 并最早归国 弘法 度身的高僧会答 大师 不仅被神化为观世音菩萨 假形化术 更为佛陀释迦摩尼并以其间被尊称为刘萨盒 刘师佛 佛教第二十二代宗师可视为佛教彻底中国化的重要标志性能物之一 他的欲言神力超群 引人入圣 深受家乡及和西人民的拥护及爱戴 好感谢 来接下来 请玉华读一读了 人物圣评有关大师的圣评及其工业 据梁书 朱语传 高僧传 敦煌石库全集 佛国际 法院朱灵等记载 一代高僧会答大师圣语东京十六国 目的圣评四年 公元三六年 远及于北魏太武帝 太元二年 公元四三六年 十年七十六岁 同法四十一年 吉福族匈奴的别种 兵州西河离石 金山西省离石人 少年放荡 曾从军为良辰 突袭骑将 正守向阳 三十一岁 因戏酒婚死去的 醒后之缘 因杀生追踪 先了夺地狱中苦之下 觉悟后身心因果无疑 并依然于武台山史俗出家 法号 会答 南朝陶高僧传 记载他 公元三九年至三九七年 良安地隆安三年先后 在江南建业 丹阳 飞机 浮军等地 游云巡礼 因礼拜阿异王师 佛塔基石放瓜 赶佛使力 牙齿 头发涌出 碰动了江南大地 此佛塔基因先存为意 以阿异王命名的全国终点寺院 浙江灵 郭阿异王师 敬爱你 好 谢谢 来读书我们消化这段文件 再看 感谢观看 来同学我们看一看 这边有提到这位刘萨和是不是 原来他是属于第一代曝印度取经 比玄奘还要早230年的 所以其实这个人物 同学应该是相当陌生的 所以要特别介绍 那这位人物有提到他被神化了 同学刚刚影片里面有补充到个重点 他说 因为当时候的佛法师 多数就是第一 政治人物 他们作为亚谈的对象 第二就是贵族拿来清谈的对象 拿来做研究的 所以当时佛法都是 被这批人 作为鉴赏的一个产物 他并没有真正流通到去世间 反而刘萨和这种这样子的一个神奇人物出现 反而更获得大家老百姓的爱戴 应该是指他当时的时候 所以有把他神化的情况 杜萨你看 其实这个情形 在佛教印度被灭亡 也是有类似这个情况发生 因为他们检讨到 佛教在印度被灭亡 其中一个缘故就是 当时我们的出家众 研究很深邃的佛法 然后都关在一个地方 然后外面的民间的人 都没有悟悟到他们 所以变成他们到最后 转去学印度教 因为印度教他比较可以补迹得到 所以就这个缘故 到现在目前来看 我们佛教补迹性最广的 我们有几个山头 补迹性很广的 也有念佛补迹性很广的 这样看来同学是蛮需要的 像我们学阿比达玛 我们学这种经教 读到那么多那么深的东西 很多老菩萨是没有办法奉陪得到的 或者是忙碌的人 但是呢 可想而知就是说呢 这个部分呢 推广啊 就是大量 就是广泛流行性的 还好有团体在做了 所以呢 同学不要对于这些团体 过于苛责 因为呢 如果你要那个 浓缩的咖啡 要多多人喝 那个浓缩牛奶多多人喝 他一定要参多多的水 所以变到啊 越多人可以喝 越可以接受的牛奶 对不对 可能参了很多添加东西 但是就是他变到很多人可以接受 所以呢 多数越多人接受的佛法 他可能已经不那么纯了的 但是是需要这样的基层 那我们这些就是学阿比达玛 学到那么纯粹的 也要由我们存在 所以呢 大家一起存在 才可以把这个佛叫支撑 这样了 所以呢 像法会啊 刚刚很多同学讲 哦 周围去帮忙法会 对不对 那么看来法会呢 基本上啊 也是属于民间 最受欢迎 最多人来的 也是经济来源 所以呢 他不需要存在 那师父也很 很鼓励你们了 能力去帮忙 去协助 因为他是打一个草根的佛 他是打草根佛教基础的 那师父这一边是 就是虽然来的人肯定是少的 但是你们就是中间分子 由你们呢 在进行去进行推广这样子 所以各想就在历史上 都有这些东西 是需要我们进行接近的 那柔生平也提到 他少年放荡 看到吗 喝酒喝到昏死 哥呢 看到地狱像 身性因果 他就出家了 所以同学啊 从他的历史生平来看 因为他有特殊能力嘛 刚刚短片同学看到 他说 哦 他就预料到这个地方 会有佛像出现 佛像出现没多久 就开始是有出现灭亡 灭佛的情况 这人呢 可能先天有神通的 而且是86年后 预言得到 但同学啊 像他类似这样的人 这样的高僧师 也不是独一无二的 像啊 龙树菩萨 大使都能做成龙树菩萨 听说也是这样的 那当时好像会一些隐身术 他也跑去 王宫那边呢 玩人家的宫里 你知道吗 玩到什么程度就不晓得 也是很放荡的 然后呢 也是觉悟到 哎呀 某些事情 那个觉悟到 这样子不对 过后呢 好好的修行 然后接下来呢 过后呢 龙树菩萨 他在龙宫里面 读大量的佛经 结果呢 成为就是 释迦佛之后的第二人 那这位刘萨核也是这样 他也是到31岁 才领悟 才发生事情 给他看到地狱下 我才说 才觉悟 所以31岁 可能比你们很多人都迟 我们这边 大概是在 30岁之前 已经开始 接触佛法 学佛的 有没有 举手一下 30岁之前 蛮多的 同学 你们看一下 你们比刘萨核 根气还好 他到31岁 才领悟 而且都是要出事情 才领悟得到 不过当然 这类型的人 一领悟 他就一飞冲天了 因为他有 很好的根气的关系 这边有提到 他一些独特的诗迹 他讲了 他就是 礼拜阿育王的佛塔 有放光了 然后感佛 射里牙齿 而轰动降 向南大地 同学 这种塔放光的 也不神奇 基本上 旧摩罗斯的 那个塔 我有看过 文献记载 也有放光过的 这个就是 旧摩罗斯的 舌头射里塔 这是在他梁州那边的 是西安德 sorry OK 所以我找找 古威的那个 因为我听到 那个放光传说 是古威的 那一个 梁州 这个了 对了 三寸不烂之舌 看到吗 同学看 梁州古塔 月千年 见证 十路 三寸不烂之舌 他这三寸不烂之舌 就是放在这个塔里面 罗斯法师又讲了 我翻译出来的经典 如果没有错误的话 我死的时候 我的舌头是不腐烂的 结果呢 这个舌头就 埋在这个塔了 那时他已经70岁 不过离现在 也是已经有 1400年 那么久了 听说这个塔 也曾经放光过 有读过一些文献 所以同学 可以轻言目睹 固然是好的 可以争光信心 那么也希望同学 将来你有能力的话 也放光一下 让更多人产生信心 不过呢 你要走之前再放光 不要五十五个放光 会很有问题的 OK 好来 我们再看一看 好 接下来有提到刘萨和一些 更多的一些世界的东西 来 请李温读一读 刘萨和 刘萨和在江南活动 第一个地方是 剑叶长干寺 据说他在寺中 建佛塔基座 发出异光 于是在基座下 枯出佛设立 指甲和头发 他认为该塔是公元前三世纪 印度阿育王建造的 八万四千佛塔之一 室内 室内供奉一尊金佛像 刘萨和对此像 礼拜 礼拜圣音 有一则灵异的故事 与出现佛像有关 佛像由佛生 圆光和莲花底座 三个部分组合而成 各部分来同地方 佛生是公元三二六 至三三四年 东晋贤和年间 丹阳一一高里 在长干寺 附近张后桥边唠德 佛像背后刻有凡文 说此像是阿育王第四女所造 高礼已用牛车在佛像 经过长干寺的巷口 牛 自着不前 任人鞭策 不予半步 人们又无法拉动 牛车 只得放任牛车 牛一字形至长干寺 经佛像就地供奉在该寺里 铜莲花座是长干寺 附近的渔夫张喜事 在海口发现 宋焦咸牙 贤令写表上咒 写表上咒 皇帝下子将此辅佐 安在佛像足下 竟然继合 后来有五位印度僧人 到此礼拜佛像 指出此佛像原有圆光 应找出来 安在佛像上 果然 焦州河谱县 京广西河谱 海珠人 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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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陈玉兰读一读 接下来 离开建议之后 刘尚和住在吴郡 京苏州 通玄市三年 无乐不虔诚礼拜 事内 从守水中浮出的 是佛像 高正传 由此故事记载 公年三亿三年 细尽建与元年 舍佛在吴松江漂浮 余夫以为是海神 言请吴族隐杰 弄得丰寿俱圣 吴族和余夫汇聚而返 当地道教徒 以为此乃张天师之相 在世交谈隐杰 风浪流出 后来是无限佛教徒 朱印在 朱印在 建物以后 和东陵寺 佛离记佛教徒 属人到吴松江 将使佛 祭守戈碑 风浪逐尽 远见两世佛 佛江而至 佛像背后有名字 一名为 巨尾 一名是叶 朱印等人立即 顾传戒环 供奉在通玄寺内 好 感谢迎来 再次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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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同学关于他提到 就是呢一些地方地底发光 就挖到下面呢 有一些涉泥籽之类 这些呢其实啊 也是不稀奇 在美国有个地方叫万佛寺 万佛城的 那这个地方 他们的整个城是由 水源供应 听说就跟一个传奇人物叫冯冯有关 那么冯冯呢他当时啊 就是跟学话上人有密切联系 他在万佛城的时候有去禅修 然后呢他本身是开了天眼的 那么他就看到呢地下有水源 所以呢就按照他的讲法 就挖出那个水管来了 然后呢再就供应全城的水源 我以前去的时候啊 万佛城的那时我是居士了 那这一个呢曾经是有修理过的 这就是万佛城 就是这个地方了 万佛圣城 这个是他三门来的 那么呢这是他讲经说法 又法师讲经说法 万佛殿的地方 然后呢是蛮多洋人弟子的 因为学话上人接引的蛮多的洋人呢 这样子 那这些黄色衣服这些 都是他们圣团的制服来的 那学话上人呢 大概在八十年代是相当聪明的 那他就买了啊 这个万佛城哦 大概是388个盒家 他是当时是监牢来的 然后把它打造成现在的万佛圣城这样 所以他的 然后里面呢有一个牵手冠阴 这个牵手冠阴呢 全世界只有十尊了 其中一尊就在他们这边 那我就记得就是呢 当时我去到时候我做义工 他的水管破了 那我去修水管 那么我们去帮忙修水管 就有人告诉我们说 这个水的来历 就是有个开到天眼的人 把它弄出来的 那我们修水管的时候 首先第一件事情要关水 那么关水 一关的话 同学你们知道吗 全城的人水是停止没得用的 那他停止没得用 马上我们要在短时间里把它修好 然后再把水开回 那我记得就是当时修水管 是弄到周围都是水 然后连方丈都过来一起修理 那我们在万佛圣城住 有一些好笑的事情 那就是常常 因为我们做义工 要负责修理 一个城南或是大 388个栋 都是你可以想象吗 光是扫树叶就够你来扫 因为你扫完了这边是 那边扫了这边是树叶 跑去另外这边扫 这边扫完那边的树叶 已经落下来了 太大了地方 那常常我师傅在那边 是不是早上四点半起床 又做早课 我们都要一定要那么准时 虽然我是居士 过来到七点的时候 送金送到七点就开始去吃早餐 大概六点多次早餐 直到七点就开始送普贤心愿品 那么普贤心愿品送完 大概是八点这样 开始要开工 那我们开工时候呢 当我开始要去找那个锄头 要去找锤子的时候 找到了已经咚咚又讲上工 因为地方太大了 所以常常找那些工具找得来 因为地方太大 找得来根本都做不到什么东西 又开工 又开始念经 念完经又吃饭 然后呢十二点半又又被大悲餐 每天一定拜的 那拜完之后是 就开语时候 方丈拉我们去读佛学 又跑去上课 随便到学年讲做义工 来是做来做去做不到的 问那边的义工很妙就是 有时候有去参与帮忙修理东西 一般上他们修理东西修得不成好 他们就会叫了 顾法神请帮忙一下 那个东西找来找去找不到 请我帮忙顺利一下好不好 结果都会顺利的 我也不知道 当时就是因为那个地方是重视此周 重视修禅丁 所以蛮多这些感应事迹常常会被谈到的 不过有时候也是谈得过多 也不知道是多少是真假还是怎么样 但是无论如何呢 在那边是一段蛮愉快的一个地方的情形来的 所以就是关于这些神迹 看到什么地底下什么 同学如果你要亲身体验 你要到这种类型的道场 一般上道场是第一重视持周 第二重视禅丁的 通常这些道场比较多这些事情的 那么如果你是去做学问的地方 还有做慈善的地方 比较不会的 因为我没有听说过人家就是 做慈善 看到什么神迹 或者做学问做这些什么神迹 比较少的 因为这个是因为 原因是因为他方法的关系 所以如果同学你想要 多听这些这样的神秘事迹之类 你要到这类型的道场 比较可以亲眼 甚至目睹得到这样子 好 来 同学我们再看一看 好 过后呢 有提到最早归国红法 好 来 就请一请数月读一读 数月 最早归国红法度身 江南山地寻以后 既依然踏上了 富三族 古印度 富三既经求法的慢慢吸进入 当大师自身行至于南 región 京新疆阳南 merry subscription目标兼 序域住民高室发行 会警级道路 当大师自身行至于南 京新疆阳南巡 Quai Pet 会警惕到整等便一起共同前往几道西行 为救度无量的众生脱离古海 大师将自己的生命自知度外 与宁可西行一步史 绝部动物环一步生的延强毅力 度留的生命自知度外 与宁可西行一步史 绝部动物环一步生的延强毅力 度留沙翻雪山过草地 连树日随米未尽 露树严寒不暑 家之辅郎之修闷防不胜防 一日树惊烟 犹如九一十八栋之险 更为险要烟 真是行人所不能行 忍人所不能忍 恕尽热神兼苦 沿途因东病恶违法 兼欺素人 好感谢来 接下来请美玲读一读 终于图经 借意乌常纳戒 佛罗沙 进巴基斯坦 等十余国 抵达印度 在北印度纳戒 罗克国 流罗城 经阿富汗 经阿富汗 接来 拉拜之西的小石 经佛 经窟参离了佛尺和佛丁谷 后取得了多部梵文佛经 一处经律六部 共二十四卷 安地信元二年 公元四零九年 慧达大师 于宝坛 深井 先于法仙等三年回国 今又成了历史上 悉心取经最早的 归国红法者 建法选传 敦煌石窟泉记 佛教东传 故事化卷 辉达大师 记其同行者 历史整十年的取经壮举 更重要的是 开启了中国历史上 复印取经的先河 当之无悔地 成为了舍圣求法的 中国伎粮 公元四零九到四一五年间 流失佛取经回国后 大宣圣教育 家乡时 显持丹 严 缓 威 朗等八周 红法度生六年 一时观明 云记 普为感化 并真会其向 以为供奉 附近八周民众 对他十分信仰 对他十分信仰 时至今日 本地人流传着在 黎石马 帽 庄 师佛 是 圆龙信 寺内雕刻 通膏 藏的 大红 沙 师佛 为其作 纪念 象的传说 大师于 四一五年 四三六年 再度 西行敦煌 梁州等地 自治元祭 共二十二年 才是他一身 红法度生的快车道 其中除流传 他一手推山 岛 红 救命等 大量传说故事 以及九全城 西古寺 树像 齐连三云 转 四座 残窟等 诸多遗迹 至今已为 河西走廊 家喻户晓 人人皆知 好感谢 来我们同学 我们笑话这一段 好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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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想而知就是刚刚读到种种的神迹事件 他本身是在民间广泛流传 所以同学以后如果你到河西走廊 那么有遇到那边住的平民百姓 倒是可以问一问他 还有跟圣荣寺之间的一些事情 同学我们看一下他讲 他就是跑去古印度的时候 那么在雨天和天地方 遇到高僧法险他们等等 那批人 那么遇到法险之后 也跟他们一起走去西行了 但是有提到过他们是因为他提早 有回来 比法险提早三年回来 结果成为 就是第一批回来的高僧 刚刚那个字是读河田 就在这里了同学 河田了 所以他遇到高僧 他遇到发险了 就是在这个地方 河田这一带遇到了 那遇到过后就一起西行了 同学看一下 阿富汗是在这边 所以有讲到他们跨了阿富汗这一带 同学在这边有潘米扬高原 潘米扬高原在这边 所以他要跨进这边 经过这边 才可以到得到阿富汗这边 他要先过来 加斯米罗这边先 看到没有 他们一般上从这边过到巴米扬 要来到加斯米扬高原 从这边再跑到来 阿富汗这一边 好 那我们看一下 那么呢 这里提到他有很强的毅力 宁可悉行一步死 绝不动还一步生 同学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句子来的 显示坚强的毅力 所以同学就是我们这边 我们有些同学呢 就是要效仿高深的精神的 坚强的毅力呢 可能要立这种这样的怨 就是死都不怕这样了 那同学 这个呢就你自己发心了 我就不敢求你了 你就自己发心了 因为这个怨发了 是你自己要去守 守他的承诺 这样好 好 这边有讲到他多艰难 的确的翻雪山 过草地 还有就是动物等等 可能还有强盗在里边 好 所以呢 这边又有第三个功课 可以给同学选择 那就是看法险传 YouTube有法险传 我们目前有两个同学看过 还有谁已经看过法险传的吗 举手一下 法险传 不多 待会会就是下课后 你也可以选择看法险传 作为你今天的一个15分钟的功课 这样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一看 这边他讲了 他就路过这一些 杰伊 乌长纳 杰 费楼沙 同学啊 现在他们都有本事 把这些找出现代的地方是哪里了 好 同学 不过这边我们熟悉就是呢 有到到巴基斯坦 还有过呢 到了北印度啊 就是阿富汗这个地方啊 在那边参拜佛齿跟佛顶鼓了 同学留意一下 这一位呢 他有点比较独特就是 他还有益处经典了 同学一般上啊 像这种高僧师 他其实跟佛图神比较像 也跟木剑人比较像 那么这些都是跟禅修有关 他们会顶礼佛谷跟佛雅 同学你知道吗 真正的佛谷 佛雅 佛设立 大体上都会有能量的 跟你去菩提家也一样的 所以这些呢 他有禅修的人一定会去禅修的 因为他可以借助圣人的这一些的力量 来让自己有所体验的 那么有些比较敏感的人 在这些地方打坐 都会有一些灵感出现的 像我认识一个 南传的八戒女 他在菩提家也行禅 他说他会在空中看到巴黎文 但他不知道什么意思来的 所以呢 各式各样的人啊 你过去设计修的意味不同 所以都会展现各式各样的情形 但大体上的同学 就是我们去到这些圣祭的地方 一定要记得打坐 而你平时一定要把你的打坐 或者是练气功什么都好 你要把它修到某一个程度 那么到这些地方才不会浪费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地方会帮你upgrade 有时候你们久了 修行啊 他会有瓶颈的 那时候呢 可能呢 你找到这些圣祭啊 这些或者圣物之类 你对他打坐会有明显的改进 所以同学第一个不要错过 第二呢 过后提到他有进行翻译 这也是少有的 因为一般上同学你留意 凡是一些高僧 如果是特别啊 他这感应神通比较厉害的话 对不对 包括密教的那些善无畏不空 通常不多会也牵涉到翻译经典的 多数翻译经典的 是偏重经教的法师 会翻译经典 那么这类法师的语言一定要好 他才进行翻译的 那么翻译过后 这类型的法师 有时候也会设备在讲经说法 那讲经说法法师 不用讲的了 一定要贯通能力很好 对义里可以背诵很好 那么这类型的法师 一般上很少会跨界到通灵啊 这种神通意识 不会太多的 不会太多的 有的话也是少数 所以这位刘萨河本身呢 他有那么多神奇啊 他又跨到去翻译经典 是少有的 那目前有这样跨界的法师 学化上人也是其中一位 他不翻译 他也是神通识记很多 但是呢 他比较多是什么呢 就是讲经 他有跨界到讲经 跟这种疑病啊 这种这样子的一些情况 那么在佛教里面呢 还有谁 那么密教的不空 也是有翻译经典 那么呢 我看高神传也是 因为他密教的这些三五位不空 他们会用咒语的关系 所以可以呼呼唤语 而成为当时王帝的果实 那么其中不空 有翻译经典 三五位好像就没有了 不过也是蛮精通 蛮多经论的 所以我讲的这几位是少有的 否则同学你们多数去留意 一般上啊 谈感应啊 有通灵的 通常啊 他们都不翻译心点 什么缘故呢 我以我个人所留意到和他大脑有关 因为一般上啊 一个人啊 他靠近 他常常啊 就是接受这种讯息啊 感应神通之类的事 他大脑是大脑的某一个区域来的 这区域啊 跟研究经典的那个大脑区块蛮靠近的 往往啊 他们呢 一些读很多经教的人啊 会影响到啊 他这方面的准确性 我所知道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会遇到跨界的人是相当少有的 所以刚刚同学你们 我讲的那几位啊 可能也就是这几位 太多要找是不容易的 所以在高僧传里面啊 其实啊 跟翻译经典跟教育的 是占大部分的 应该至少十个里面有八个都是这类型的法师 那这类型的法师啊 也不多会cross去禅修的部分 也不太多的 没有的 他们都是比较纯去单一在这部分 很特有成就 不过他个人可能有禅修 但他没有特别去弘扬 他就做好他那个本分了 所以这就是一个独特的地方 给同学留意的 好 然后呢 这一边呢 就有提到了 他是呢 最早回来的 贵国者比 发险还早三年了 那发险呢 就是 宣传17年嘛 发险好像是14年这样 他更早回来了 那他也 就是称为中国的伎俩 同学发险法师也是称为中国的伎俩 发险呢 他好像是在陕西那边 陕西有一个 也是有提到 也有造一个石碑 来纪念 发险法师 所以我给同学看一看 没有了 同学好 他不出来 好 好 没关系 就是给同学知道了 也有人同时这样子称呼 发险法师了 好 跟九泉有关 然后呢 也有在七连山那边运转时打坐 所以 和西走廊 家喻户晓了 好 同学和西走廊 同学有印象在哪里 到哪里吗 和西走廊 同学和西走廊就是从蓝州 这到顿黄呢 就是和西走廊 同学看一看 好 不惜一点点 同学这里就是和西走廊了 拦着到和西走廊 所以同学以后呢 如果有机会到这一边的话 可以去探听这位刘萨盒 到底有没有那么出名了 那我们当时去释出直路的时候呢 也没有做太多 没有做那么仔细的功课 所以就不知道这个人物了 好 看一下先 这一个呢 其实就是我们 今天有读到的一个部分来的 算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关于这个玉融式的实相 就 看一下先 就不谈了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 好 同学刚刚呢 就已经给了一些功课同学 就已经给了一些功课